伊斯兰党在前两个星期的代表大会上 一决要跟公正党断交 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决定 因为还在等待伊党的长老协商理事会拍板定案 所以现在处境最尴尬的就是公正党 还有雪州政权是不是已经不稳定了呢 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这道问题就缠着雪州大臣阿兹敏 不管他是出国啦回国啦还是出席任何活动 记者一见到他就一直追问 那阿兹敏他就这样回答咯 阿兹敏老话一句 雪州政权目前还是稳定的 这番话是有他的一套逻辑啦 因为直到下届大选之前 雪州政府还是要持续运作 这是上届大选人民托付他们的任务 即使目前跟伊斯兰党之间的合作还没理清 但是不管怎么样 阿兹敏说绝对不能愧对选民 是的 人民的托付一定要完成 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月亮如果真的要跟你们拦眼分手 不说现在夏季大选上阵的问题 是不是会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分手之后还有可能跟月亮再续前缘 组成联合政府吗 这个嘛阿兹敏教大家先别乱猜 先等结果吧 请不要在优务上 我们会访问 我们的决定 由 Majlis Syurah PAS 现在我们等待 决定的决定